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以年常年期第六主日 本主日的福音向我们叙述了耶稣捷径麻风病人的事迹 而第一篇读经热味记 只是向我们详列了麻风病的种类和症状 他这样说 如果一个人皮肤上生了肿瘤 截肢或斑痕 他的皮肤上有了这种麻风病的症候 就该带他去见亚郎司机 或他任何一个做司机的儿子 之所以有要见司机的规定 就是要由司机来查看病患的皮肤情况 从他的皮肉以及肤毛的颜色 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洁净的 若是无法当下判断 那么就需要把病患隔离关闭至少七天以上 以做后续的观察 所以按照英国的一个医生团体 叫基督徒医生团契 按照这个团契的医学专家 他们仔细查考 热味记所描述的麻风病 发现到旧约时代的麻风病 并不是我们现代医学概念里的那个麻风病 九月时代的麻风病 其实是指一系列发现于皮肤上的疾病 比如说橡皮病 以及各种的险病 无论如何 这些皮肤病都被归入不洁净的类别 并且使病人的外观变得与常人不同 而一旦被归类为不洁净的人 那么会有怎样的社会后果呢 杜静医继续这样子说 凡是患麻风病的人 都必须穿撕裂的衣服 喷头散发 遮住脸的下部 喊叫说 不洁净 不洁净 在他患麻风病的日子内 他常是不洁的 他既是不洁的 就应该单独住在影外 这是经书的记载 换句话说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为了防止因接触 而让这病传染扩散 病患必须离开他的家庭和社团 被隔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扎营的区域以外的地方 因为洁净与不洁净是不能接触的 若接触 洁净的就被沾污变成不洁净的 在起初 人们认为这种不洁净的病是经由身体接触而来的 后来人们越来越害怕 因此也越来越谨慎 甚至开始相信这种不洁净的病 也会经由空气而传染 例如 一个不洁净的人如果站在树下 而一个洁净的人一旦经过 就会感染到不洁净 另外除了人的接触以及空气的传染途径之外 人与物品的接触也可以相互玷污 例如麻风病患者一旦进入屋内 屋里的物品和在里面的人都会成为不洁净的 因此之故 整个社会为了不洁净的人 出现于洁净的空间 所以一切属于正常人的权利 和应有的对待都被剥削了 他们必须忍受被孤立的寂寞孤单 甚至在旧约这个时代 这种疾病还被视为是与这个人的宗教状况有关 因此他不能参加向天主奉献的祭典 所以病人不只在肉体上受苦 更在心灵上被受折磨 而在中国传统的医书当中 也把二窗 戒险 大风 利风 麻风 等等的病都统称为赖病 也称为麻风病 我们一般概念里的麻风病 虽然不容易传染 但是有很多种皮肤病是会传染的 而古代的医学不像现在这么样的发达 若不把一些皮肤病都归类于所谓的不洁净的 那么肯定很难控制疾病的传染 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经义当中 就听到了天主教导以色列子民 凡有皮肤疾病的 那么都需要隔离一段时间 等确认是否患了不洁之症以后 再确定是留在社区群体里 或是必须隔离开来 离开人群独居 如此的做法 无疑是当时可以保护百姓的最佳方法 天主没有把疾病从以色列人当中挪走 他要人去证实 即面对这个世界 在人类原主犯罪之后的真实面貌 并且从当中去学习生存之道 也从当中去学习明白天主的旨意 进而学习过一种 气俗重盛的生活 就因为这个世界是破碎不完美的 因此成了人学习生活与受试念的最佳场所 在这学习与试念的场域当中 我们经常要面临生命岔路的选择 是要往俗的道路走去 或是选择神圣的生命道路 是要满足自己的情欲 还是顺服天主的旨意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疾病 包括今天马骨福音 以及热味记里所提到的麻风病 也是如此 他们不会导致灵魂上的不解 不会的 患病是身体上的事 跟一个人的宗教状况是没有关系的 相反的 一个患了病的人 反而能够与天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因为病痛能带来宝贵的恩宠 所以虽然麻风病 让病人的肉体和心灵处在悲惨的境地当中 就如同天主教教里所描述的 疾病和痛苦 往往是人生命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 人在生病时 将体验到自己的无能限度和踪迹 一切疾病都能使我们隐约地看到死亡 各位弟兄姐妹们 疾病虽然如此 但这疾病的困境 却常常是让人生命 角处逢生的转类点 六暗花明的转折处 所以天主教教里接着这样说 的确 疾病能使人陷入焦虑不安 甚至有时对天主感到失望和怨恨 但病人却能借此而反省自我 疾病也可使人更趋成熟 帮助他辨别并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 疾病时常激发人追寻天主 并归向天主 是的 弟兄姐妹们 今天福音中的那位麻风病人 正是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见证 从这位病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人在面对疾病 所带来的肉土的痛苦和心灵的折磨时 其所怀有的盼望 在耶稣身上终于有了着落 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 我们听到有一个麻风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来求他说 只要你愿意就能使我解禁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就伸手抚摸他 对他说 我愿意你解禁吧 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让我们留意一下 麻风病犯和耶稣之间的对话用语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用医治 而都是用了解禁这一个词 相对于身体的疾病 我们一般都是用医治这个词汇 因此用医治来谈论麻风病 应该是很合理的 但这里却是用了解禁 可知麻风病在当时 不只是指身体状况发生了问题 这病的含义 更是远远超越了身体的状况 而也包括了这个人心灵的状况 在耶稣那个时代 甚至连他的宗教状况和社会状况 也都受到了影响 也因此 就如前面我们所说的 他被排挙于正常生活之外 而必须生存在社会 为他划定的特定的小范围内 同时 他不应该出现在所谓的洁净空间里 因此弟兄姐妹们 你们想一想 福音里的这位麻风病人 要有多大的勇气 才能跨越当时的社会和宗教 所为他设立的那个界限呢 这位麻风病患 他为了自己 也可能是为了更多 同他一样遭遇 被变为次等人的 那个麻风病人 所以他勇敢地跨越了 不洁净与洁净之间的界限 来到耶稣跟前 请求耶稣洁净他 而这位麻风病人很幸运 也很幸福 因为他所遇见的 正是愿意放下成间 也跨越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界限的耶稣 事实上 就算是今天这个世代 虽然不再有人会把人区分为 洁净或不洁净 但这并不表示 在人们的心里头 就不会把人做类似的区分 在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里 我们仍然会按一个人的社会景况 或生存模式 而把人归类为正常的或是不正常的 高尚的或是次等的等等 为的是能够合理化 所有因着偏见而产生的不公不义的行为 因此 若有人被社会贴上不正常 贴上次等的标签 那么 即使他们勇敢地跨越了界限 但也不一定会遭遇到像耶稣一样 同样愿意跨越界限 来接纳他们的人 譬如说 位于台北的关爱之家 这是一个关怀爱之病患者的民间团体 这里我去了好几次 长年来 这个机构也协助移民署转介个案 提供非法外劳 无国籍者短期的庇护 这个机构过去曾遭社区居民要求搬离 但在2007年 或法院判决胜诉 不必搬离 但半年前 市府又频繁接到社区居民检局 因为居民的压力 社会局就照三餐去盘查刁难 后来市府社会局甚至找来内政部移民署 要求不得再转介个案给关爱之家 并且必须把现有的个案转出 甚至 有市府官员 竟然形容这个收容措施是 把台北市当垃圾桶 好像 只要把这些人归为垃圾 把他们当垃圾 污名化 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 把这些人赶走 另外一个例子是 在2012年7月 麦当劳叔叔之家基金会 要在一个社区设立 癌症重症病童中途之家 希望能够给偏远地区 北上求医的癌症病童 提供住宿 这看似毫无问题的公益建设 却引来李民的强烈反对 甚至有李民 广发传单 在传单上 竟然这样写着 在此处设立医疗 安养机构 有损国家形象 有碍本区观瞻 全体李民 不惜流血抗争 反对到底 而且一位李民 在接受记者访谈时 竟然愚昧地说出 说癌症不会传染 是骗人的 这是发生在 一个台湾收入很多 平均学历很高的地方 但人们却无法用同理心 对待及支持癌症病童 甚至好像只要把这些 癌症病童挂上不洁净的标签 那么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把偏见合理化 弟兄姐妹们 这是发生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这家毫不留情地 让人见识到 人心黑暗及偏见的例子 也让我联想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 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部署细菌战的那个逝世 在这期间 日军的上级长官 要求他们的少年队员 不要把中国人 视为如同自己一样的人 那要把他们视为什么 要把他们视为是可以 肆意残害的 马路达 马路达的意思就是 木头 原木的意思 如此 这些少年队员就可以心安理得 立直气壮地 协助七三一部队 进行各式各样 惨绝人寰的人体细菌实验 可以说这是人类所犯下的 最黑暗 最残酷的罪恶之一 因此弟兄姐妹们 从以上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非常的战争期间 或是平常的和平日子 片间 都会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受到阻碍 甚至给对方带来无尽的伤害 但在今天的福音里 耶稣却是借着医治 那位走向他的麻风病人 而与麻风病人 一起创造了一个跨越偏见 跨越捷径与不捷径的美丽故事 但愿 但愿这个美丽故事能够启发我们 努力去跨越那些阻碍人性发展美善的界限 这些界限 可能是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的鸿沟 也可能是敌我之间的对立 当然 这界限也可能是那些 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 集体意识形态 而要跨越这些界限 我们需要拥有一个 比这些界限更高的角度 更宽广的事业 以及比个人和群体利益 更超越的天主 如此 我们才能够跨越这些界限 以及因着这些界限 而给人们带来的伤害 是的 弟兄姐妹们 麻风病 或在任何身体上的疾病 都不是罪 但反过来说 罪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偏见 鸿沟 敌对 伤害 才是真正的麻风病 他让人在天主面前 成为真正不解的 因此 今天我们可以像那位麻风病人一样 来到耶稣跟前 向耶稣说 主啊 你若愿意 就能洁净我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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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耶稣